香港傳媒人曾志豪 在大紀元專欄不敢說發表文章 題為當香港電台被特首稱讚 林鄭被問到香港疫情影響市民心靈健康 自殺絕望氣氛籠罩香港 有何方法解決 她居然說 社會如要保持精神健康 其實是要社會有更多正能量 傳媒多報導好人好事 並讚揚港台 近期做了好多正面陽光的報導 我多人黑條 然後得一口笑 那算不算是死亡之民 一個被全港市民無分藍黃唾棄的特首 外面讚揚一個傳媒機構報導正面陽光 完全是送她一程 大家都很明白 香港電台已經完成完善的過程 遙想當年由董建華開始 環繞香港電台的都是陰陽怪戲 反中亂講這些負面字眼 現在居然得到現役特首點名稱讚 正面好陽光 那真是一個公營機構 應該得到的稱讚 香港電台是旅遊節目 再者一個傳媒機構 無論播放得如何陽光正面 又如何能切實解決民生問題 疫情下長者自殺率高期 人人氣氛沉屈 不是社會缺少正能量故事 而是政策推行時缺少關懷和人性 例如特區政府 跨大圈染病毒的嚴重性質 造成染病等於末日的恐怖氣氛 種種風驅落雜手段 令人心惶惶 但實際上 很多中招的香港人 都發覺有點似雙風喉嚨痛 的確很辛苦 但遠遠未到政府口中 或者營造出來的末日氣氛 政府自己都自相矛盾 口中說疫情嚴重得要 封城遺困 但又允許中招的市民家居隔離 自我檢測 上海封城最典型的畫面 便是一個老人家在超商門口 苦苦哀求放他入去買菜 因為他們不知道甚麼是微信 不懂得上網買貨 長者在疫情比年輕人更意絕望沮喪 除了擔心體藥 亦擔心獲取的資訊渠道不對稱 這些實際生活困難和需要 又豈是媒體多散發正能量故事 便能解決 再者 大國的正能量報道還不夠多嗎 有用嗎 上海伯伯求助的畫面播出 至少令上海當局出面道歉 並承諾解決老人家購物的困難 至少口頭上是這樣說 你想想老人家這個要求畫面 算不算陽光正面 上海傳統媒體會播放嗎 只是只會播放眾志成城這些廢話 哪個報道才能解決問題 林鄭讚美香港電台正面陽光 等於定義了甚麼是陰暗 例如人人留在家中聽話抗疫就是正面 要求解封應該就是陰暗 但林鄭為何突然取消香港和九個國家的禁票名單 不是就是商會聯合發聲 要求林鄭在限期前要有解封決定 否則便要撤資 這種受不了封鎖的反應 是正面陽光還是負面 但最終令香港人重建部分陽光的 卻偏偏是這種負面的聲音 就此深圳受不了封城 喊出了借煲借煲解封的諧音 這就是狠狠打了小粉紅的一巴 一面倒唱好祖國防疫最成功的無知 話說香港電台的陽光正面 最近看到港台出品的MV 叫同心抗疫永不倒 改編80年代電視劇主題曲 萬里長城永不倒 MV找來很多內地電視台主持人 提倡打氣歌詞 但這個MV的主題是 灣來有情 眾志成城 灣來? 是的 我完全明白了 香港已經是大灣區的一份子 我們在疫情中完全失去了香港的身份 今日只是大灣人 MV亦出現了關鍵字 香港有強大祖國造後盾 一定可以戰勝疫情 這個嘛 強大祖國本身也在封城中 掙扎受苦 或者強大的祖國 善讓上海的伯伯可以買到菜 讓上海的護士可以不被拒絕求醫 有時間才支援香港 OK? 呼聲長大會以後雲歌天徹 我們一家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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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